今天是宾利在华20周年 所以说他们的定制部门 穆莱纳为中国地区的中国消费者 定制了四款特别版的限量版车型 而且因为20周年 所以说每款车型是20台 并且这四款车型是几乎涵盖了 所有宾利在华销售的车型 除了长轴距的天悦 并且这四款车型也都是V8的车型 然后首先咱们需要去说明的 这四台车的名字都是非常非常的特别 其中大部分都是由伦敦的街道来命名的 所以说一会再为大家介绍每款车型的时候 我可能会为大家去介绍一下背景 或者街道我有哪些特点 很多伦敦在地的人文 还有历史的一些文化 然后这个系列版的车型 首款车型就是叫做盖的 一个皇家护卫的这样一个版本 大家可以从它的外观的车漆的颜色 可以看出它是模仿护卫队的卫兵 一个红色的这样一个制服 然后上方是一个熊皮的这样一个帽子 然后尽管它这个名字没有出现伦敦街道的名字 但是它的这个红色叫做圣詹姆斯红 它是一个地区 是一个伦敦非常核心的一个地区 比如大家知道白金汉宫就在这个地区 并且如果说你对这个颜色不是那么敏感的话 但是你在这个叶子版出看到这个限量的名牌 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中国地区的一个限量版车型了 来到这台宾利欧陆集体限量版的车内 我们可以看到亚麻白 还有在车外刚才就已经看到的这个鲸鱼黑 和另外一种红色叫做热四红 这三种颜色组成的一个主视觉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 刚才车外看到这个圣詹姆斯红 这整个的这个中控台 还是外面的这个色调 总体来说 其实还是这个皇家卫兵队的这种这个主题 然后在细节方面呢 也在这次台车当中 其实都是在这几个点都有体现的 就这个主题方面 就是在头枕处会有一个卫兵半身的这样一个刺绣 另外一个点呢 就是在这个中控台副驾驶 这边会有一个logo 当然这台车呢 用一个更为隐晦的一个方式来给你打造出来的 就是它应用了很多一个金色 比如像咱们常见的这个滚风琴音栓声这种控制键 包括扬声器 都是加了一个这个镶金边的这样一个感觉 主要就是致敬这个红色这个制服上这个金色的纽扣 咱们离开这个庄严肃穆的圣詹姆斯地区 跨过皮卡迪利大街 咱们就来到了比较年轻的热情四射的这个苏活区 当然呢 加了点私货啊 刚才说到这个皮卡迪利大街呢 是英国非常著名的鞋血品牌 爱德华格林旗下那款非常著名的勒服鞋命名的那条大街 然后来到这个苏活区呢 我们将看到很多有吃有喝可以逛街 可以闲逛的一些小的街巷 那这台敞篷版的这个欧路呢 就是以其中很著名的一条大街叫卡纳比大街来命名的 这条街上的这个品牌呢 都是比较的主流 比较的亲民 非常的好逛的一条街 这台车型呢 也是对比刚才皇家卫队那台车型呢 要轻松了很多 这台车型在外观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提供了四个很热情洋溢的配色 这四个颜色正好被主办方是印在了后面的一个墙上 这台呢 就是其中那台荧光黄 而且刚刚已经提到了啊 这个每台车型都是限量20台 所以说它四个颜色呢 每个颜色呢 就是限量5台 然后除了这个颜色之外呢 这台车型还加入了很多这种熏黑的这种质感 因为毕竟欧路嘛 它还是一台跑车 宾利呢 也有自己的这个赛车的基因 当然如果说只有简单的这种熏黑呢 是不够的 所以说你们可以在车侧 或者是在轮圈上面 可以看到这种北极白的这种点缀 当然作为跑车 它的这个限量的名牌 肯定是出现在叶子版处的 咱们坐到这台敞篷版的这个欧路的车内呢 就可以看到非常靓丽的这个颜色 所以说颜色呢 是这台限量版车型的一大特点啊 车外什么样的一个车漆 车内就可以看到相对应的这个颜色 所以说呢 它的这种视觉冲击力呢 会非常的强 大家可以试想一下 如果这台车不是这个盈绿色 而是那个激情的这个橙色 所以说那个视觉冲击力会更强一些 除此之外呢 我说了嘛 每台车型的这个头枕都会有一个刺绣 都会有一个logo 它这个logo首先非常简单 就是车漆的这四个颜色 但是有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地方呢 就是如果你这台车是一个荧光的黄色 所以说你的这个黄色这个菱形呢 就会被填满 有点像小时候上学的那个达提卡 当然在你副驾的这侧呢 也是可以看到相对应的logo了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这台车还有一大特点呢 就是在车内你看不到 那些很庸荣华贵的那些石木的石板 而是换成了非常shining啊 bling bling感觉的这种金属的这种石板 而且它还采用了一个钻石压花的这样一个工艺 从这个活力四射的苏活区的卡纳比街呢 咱们接下来再回到圣詹姆斯地区的 这个叫Pumall的这条街 这款车型就叫这个名字 但是呢 这条街呢 是一个有很多老绅士俱乐部的那么一条街 也是在一个很核心的这个圣詹姆斯地区 但是这台车型跟这台街的这个墙关联性并不是那么的强 因为这台车的原型或者说致敬的对象呢 也是在20年前啊 在女王登基50周年大典上面 宾利为其打造的一款专属的一个座驾啊 如果你看到那个照片 再看这台车 这个车漆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接近 跟刚才那个皇家卫队版本呢 也很接近啊 是一个双色的一个车身红黑 但是这个红要更深 更加稳重和更像那个葡萄酒的那种红色 然后除此之外呢 毕竟嘛 这是一台飞驰 对比刚才那两台欧陆车型 都要更加稳重一些 所以说它的限量的这个标签呢 是放在了C柱 不管是因为它是一台飞驰 还是因为致敬女王座驾 这台车来到车内呢 就是一个很行政的这样一个感觉 所以说它是一个四座的这样一个布局 当然啊 就像刚才那两台车一样 这台车的主题的logo也是有 也是遍布整个车身上 因为它是一个女王座驾嘛 所以说它的这一款车的logo呢 是一个王冠 除此之外 这台车最令人震撼呢 就是这台车的这个内饰啊 是两种颜色 前排实际叫做帝王蓝 慢慢运动运动运动 流到后面呢 变成了这个巴罗达蓝 当然不说你们也能猜到啊 这样的一个配色的这样一个方案 或者这种视觉的效果 也是跟外面的车漆一样 是依旧是致敬那台女王的座驾 如果你喜欢经典男装 或者说对时尚圈略知一二的话 这个萨威尔街 萨威尔街 应该大家都听说过 这条街呢 是因为这个高端的定制男装而文明的 甚至现在这个西装风格当中 艺式风格 或者男艺风格是很主流的 但其实也是源自这条街的 当年一个意大利小裁缝 这条街的一个裁缝店 学了几年之后 回到自己的老家 拿不勒斯开了一家叫做London House的一个裁缝店 所以说呢 我身边这一台 叫做Savire Road天月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内敛 就像穿着那些高级定制的老绅士 在这个Promo那条街里面的那些 俱乐部活跃的那些人一样 这台车其实在外观看 没有什么些花里胡哨的 只是有一个非常看起来很英国的这种 木绿色的这个车漆 然后就仅此而已就没有别的了 并不会像之前介绍那三款车型 有致敬的一些东西啊 或者有很多车漆的颜色啊 但是呢 也就像那些老山是一样啊 它的一些细节呢 也是暗藏玄机的 比如像你表面会看 这个车漆是绿色 但是你仔细去观察 这个轮圈的一些点缀 或者说中央呢 也是跟车漆一样 也是同样是绿色的 并且作为一个比较稳重的车型呢 它的这个 限量的这个徽章呢 也是放在了C柱 这台限量版的天悦内饰呢 同样也是非常非常的低调 常规来说呢 车外是墨绿色的 所以说车内的这些真皮呢 也是可以看到墨绿色的 这是一个是非常常规的一些操作 当然比较头巧呢 或者比较厉害呢 就是它的这个logo看起来啊 非常的夸张 是一个裁缝在舞动着自己手里的 这个像皮尺啊 或者说像缝线啊 等等一系列的 这样的logo很好看 当然在这个副驾这边呢 就是简单 一个Sever Road这样一个英文 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呢 有几个值得讲的点呢 就是这台车的 座椅的这块 还有门板处啊 它采用了制衣 也经常采用的 一个叫航缝的一种技术 其实就是菱形格纹啊 简单来说就是 大家回想一下 比如说羽绒服 或者那种没肯尖的那种工艺 叫航缝 然后除此之外 这台车比较厉害的一个点呢 就是它的这个 实木这个饰板啊 是非常非常稀有的啊 在整个这个定制部门当中 就是很少出建的 可以说是在近代啊 现代的这个 宾利车型上 很少见的一个 鱼目的这个试版 所以说这台车型 由内到外 都是非常非常的低远 这四款限量版车型的 具体售价 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 但是肯定是很贵的吧 因为Merliner这个版本的 这个车型 可以轻轻松松的 就比普通版本的 这个宾利车型 贵上20%到30% 但是就像 其实奢侈品 它一直不是靠一个 高昂的售价去征服你 而是背后的历史啊 或者一些人文的关怀 那如果你要问我有哪条 喜欢的伦敦的街道 可以命名一台车的话 那我的答案将是 国王路430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